新年 新年 新希望 新年 從認識自己開始 以前 比如說我對我自己 我會覺得我很了解我自己了 我覺得我 我是怎樣的人 我可以做什麼 我不會什麼 我做不到什麼 我對自己有一個定見 可是後來 接觸到賽斯然後向徐師學習 我就發現其實 我好像不是我以為的那樣 我好像 還有很多面 是我自己從來不知道的 我還有很多特質 是我以前覺得 我好像不可以有 但是我實際上是有的 那我有些能力 好像我以前覺得 好像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像誰誰誰一樣 後來我發現 我好像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有一種感覺 就是自己好像是永遠認識不完的 好像 好像你對自己多了一些認識 你對這個世界也就多了一分了解 所以我覺得 我們學生心靈 在自己身上真的要下 最多最大最深的功夫 所以開這個 開春 這個2015年第一場 我們就要從這個 認識自己開始 然後接下去 怎麼樣找到自己的天命 就是我們下一場的這個主題 那大家也差不多做定了 今天看到越來越多人進來 我覺得越來越開心 今天回家就可以好好睡覺了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許醫師 來幫我們做這個分享 謝謝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早安 好 是很開心 我們在2015開春的第一次 還有這麼多的朋友 來到這裡跟我們一起的學習 那剛好也難得 今年的這個元旦 雖然氣溫稍微低了一點 但是好像這幾天天氣都很好 那看到新聞好像各地都擠滿了這個遊客的人潮 好像聽說昨天 嬌溪 這樣 塞車塞到半夜 怎麼樣 馬主任有塞到嗎 你沒有去洗溫泉 聽說塞到半夜 車潮才慢慢的疏解開來 好 所以大家今天早上來到這裡 顯然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我看到我們的 這是妹嗎 你用從美國回來囉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才又剛從洛杉磯回來 我們先給妹鼓掌一下 大家知道妹是我們這邊有名的瘋子嗎 那時候他 雖然全家移民到了洛杉磯 他們全家移民到洛杉磯 但是他非常喜歡賽斯 所以他移民到洛杉磯之後 他自己每個月都會從洛杉磯坐飛機 回來上課 然後比如說聽完講座 上完工作坊 那又坐飛機回去 每個月 然後持續了一年多 持續一年多 那累積到都變成華航的鑽石卡的會員 是啊 那有時候回到台灣上課 就坐在那邊打瞌睡 但是還是每個月都回來 那後來因為一些因素 乾脆先生就說你每個月那麼愛回去 乾脆還是暫時搬回來住船 所以後來就又搬回台灣五年嘛 五年 那現在小孩子好像要回美國念書了 所以未來可能回美國的時間又會多一點 所以又會每個月再飛回台灣上課 好我們對這種上課學習的 瘋狂的無聊的精神給他鼓掌一下 謝謝 好真是不容易 好 那今天其實還有另外一件 很開心的一件事 那就是等一下我們要介紹我們的楊教授 那其實 先講一個笑話 我記得那時候 佳穎總編跟我說 他說許醫師 我們賽斯家族裡面有一個楊教授 在寫一本 跟這個內在感官 跟這個超能力 有關的一本書 那他覺得這個作者寫的東西 還很棒 非常棒 好 那因為常常我自己都是比較本著一個 信任的一個原則 那時候我就跟佳穎說 那如果你覺得很棒 那我們就來做這樣一件事情 那後來佳穎就 開始跟這個楊教授 開始有很多的一個連結跟討論 那整件事情就這樣子的進行下去 那我也沒有特別的去 了解整個狀況到底是什麼 那我剛開始還甚至以為這個楊教授是女生 而且後來我發現不是只有我這樣認為 那時候大姐也這樣以為 以為楊教授是女生 後來在她的這個序裡面 提到什麼我跟我太太 在想說 她是同性戀嗎 然後沒有 原來是男生 後來才發現 原來小時候是男生 但是我其實 人跟她的名字還是沒有湊在一起 那有一次在 新店的講堂 賽斯文化講堂 就提到這個 賽能力這本書 後來後面就有一個人舉手 他說 徐醫師 那就是我的書 我就說 是你喔 我知道這個人 因為有來上課 但是我沒有把那個人 跟楊教授聯想在一起 因為是一個非常 年輕非常帥的一個教授 後來佳穎這本書 已經都教定完了 拿給我 請我來看一下 然後寫個推薦序的時候 各位音樂也知道 最近有時候我其實蠻忙的 像比如說 見了師的書 我通常看的前面十幾頁 就覺得差不多了 反正就是那個樣子 就寫個不痛不癢的序 然後這個 王宇仁的書 有時候精神好一點 我就會把它全部看完 有時候精神比較不好 比較忙 就看個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就覺得 就幫我寫序了 但是在寫這個 楊教授的序的時候 我就翻開看 各位 這個一看就沒有辦法 霸手喔 沒有辦法霸手 我大概就 花了大概三四個小時 我記得好像從九點十點開始看 看到半夜一兩點 我真的 把整本書一字不漏的看完 因為實在是很吸引人 為什麼它很吸引人 因為大家知道 像我們賽斯書啦 或是許醫師王宇仁醫師的書 很多時候是從很多的概念 很多的賽斯的想法 做一個詮釋 做一個說明 或是一個體會 但是各位 人家楊教授就是不一樣 人家就是做學問的人 人家為了寫這本書 大概收集了六七年的資料 然後許醫師寫書 有時候早上醒來一個靈感 可能一個早上 就把一本書寫完一半 我收集資料的時間 大概只有半秒鐘 人家真的就是花了六七年 上網 收集資訊 做學問 做功課 跟我們這樣子 其實就是 真的是不太一樣 看這本書 從這近幾百年來 人類的心靈 到底是怎麼進展的 那各位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早期人類歷史上 非常有名的科學家 其實都是在研究身心靈的 早期人類歷史上 很有名的科學家 在心靈的部分 其實都是某一個心靈團體的一份子 甚至是認可某些心靈的 很前衛的一個研究 所以早期的科學跟心靈 是沒有分開的 那在看這本書 其實對我來講 又有一個更深的體會 對整個賽斯現象 如果我們講賽斯現象 到底賽斯的這個現象是怎麼來的 因為各位如果你們有看早期課 或是有看賽斯書 靈界的訊息 大概你們有看到早期 魯伯跟約瑟跟賽斯之間的一些互動 甚至有一次 賽斯還曾經顯現出他的樣子 讓人看到 有一次甚至 賽斯還通過魯伯 他的整個肉體的物質 起了一個變化 肉體的物質 起了一個變化 透過精神 影響了物質 透過能量而產生一個所謂的原生質 那在看 戰能力這本書的時候 原來所有這些現象 其實從有人類歷史以來 早就存在了 早就存在了 所以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把整個賽斯的前後的始末 做了一個非常深刻的 時代背景的交代